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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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掀开科著八百五十四页 八百五十四页 请看第二行 有大宝鸡精云 乃至诸法本性与佛性等 是故诸法皆是佛法 这是一段 这个等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平等 为什么佛说一切法都是平等呢 因为一切法的法性 跟一些诸佛的佛性是同一个性 一个性就没有差别 一个性呢 它就平等了 这个性它起什么作用呢 霍连大师也讲过 能生万法 这些万法都是由自信显现出来的 所以法生大师 看这个宇宙 跟我们一般人看的就不一样 他知道这个源头 知道这个本质 他们看这些万法不经不布 我们看的这些境界像 常常会有想法 那个想法 初分的话 就是分别 就是知主 还起心动念 底下念老为我们说 若地性一切法 西式佛法 亦无分别意义 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好 这个无分别 他能够正的 这就不是一般人了 所以呢 我们修学佛法没有别的 就是把自己烦恼 习气啊 逐步的断掉 末后一句话还讲 愿你颠倒 这个颠倒就是错乱 后面念老进一步说明 如上所说 万法本机 皆弃实相 故无颠倒 这是为我们解释 前面大宝基金所说的意思 那什么是颠倒呢 这个名词我们常常说 但是不一定懂 下面我们来看 揪摩罗斯大师在 注解维摩经的时候 他怎么讲的 那么这部经呢 也叫做 静明经 或者称为 维摩结经 大师说 有无见 反于法相 名为颠倒 大家看了之后 看不看得懂 不太容易懂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什么叫 有无见 反于法相 底下念老 就为我们说明这桩事 该为有见与无见 各有所值 所以那个问题在哪呢 就在于执着 有执着 他就为诸法平等之相 为什么呢 我们有分别 有执着 这个就叫做颠倒 无相无为 即以下 远离颠倒 共四句 显极乐大事 所说之正法也 这句话就显示出 来自于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们所说的任何法 都是属于正法 假如有颠倒呢 那就不是正法了 为什么说 这些菩萨所说的法 都是正法 因为他们都已经 迷信见信了 大彻大悟 所以没有任何错误 我们学佛嘛 就是希望呢 将来能够 弃入这个境界 下面两句经文 于所受用 皆无摄取 这是一小段 这两句话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要尽量的 拿来运用 显手国师写过 修华英奥指 忘记华英冠 第四段 那他一共分为六段 第四段呢 就给我们讲 菩萨的四德 第一个德 就是随缘妙用 此地经文所说的 于所受用 就是随缘 那皆无摄取呢 就是妙用了 我们把这句话 再说得浅白一点 就是说 我们六根 接触到六层境界的时候 不把这些外面的事项 放在心上 那怎么样应对他们呢 用清净心 用平等心 来应付这些人事物 这个就称为妙用 或者说 无所摄取 世间法 没有任何想法 那对于出世间法呢 也不要去分别执着它 可是净土法门很特别 它怎么样 它允许我们大家 社区 允许我们的执着 我们执着什么 阿弥陀佛 执着极乐世界 这个可以 凭什么可以 因为执着阿弥陀佛 执着极乐世界 我们可以见阿弥陀佛 可以去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呢 再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所以这个法门 称为特别法门 从于所受用 至不惜求祥 表彼土菩萨 平等由于 十方佛少 于所受用 皆不浊取 的的确确 极乐世界的菩萨 各个都有这样的能力 什么能力呢 它可以分身 分无量身 到诸佛刹土 清净诸佛如来 可以能度化 许许多多与它有缘的众生 讲实在话 菩萨每天修福修会 非常容易 我们修一点福报 修一点智慧 难度很大 这个修福 一定要有智慧才行 可是我们现在 就没有智慧 因为没有智慧 往往把事情呢 看走眼了 看错了 所以判断事情 往往呢 不是正确的 好心修福 反而做出了事情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可能这样的事情 就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呢 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能够帮助我们大家 开悟 您开的悟 当然智慧 它就出现了 底下进一步 讲到菩萨的受用 很不可思议 这是真正呢 得到的泄脱 这几句经文呢 它这个境界呢 就更高了 更深了 怎么讲呢 极乐世界大众 已经晓得 一切万法 跟它的关系 什么关系 一体 我们大家是一 不是二 不是多 所以这里就讲 菩萨是 由于敬果 看看人家 所去的地方 多好 这个晋果 就是指十报 状元土 当然了 他不但能够去 十报土 见到报身佛 那他可不可以到别的土 见其他的佛呢 也行的 所以啊 佛 看着这些菩萨 来拜访他 都很欢喜 都会为他们呢 讲经说法 那么菩萨到 他方 祝福刹土去 他们呢 一无爱妖 看看人家 心地多么的清净 没有说 见到佛很高兴 见到这个 十报状元土 也很开心 他没有这样念头 那个药啊 就是爱好 喜欢的意思 如果我们还有 喜欢爱好 这个念头 这个心就不清净了 心不清净 这个国土 还叫做净土嘛 就不是的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于诸汇土 一不厌气 这个汇土呢 是跟这个 禁谷相对的 汇土就是指的 三恶道 地狱 恶鬼 畜生 菩萨到这里 度众生呢 不会讨厌大家 不会呢 厌恶现在这个环境 本来以为说 澳洲啊 今年这个冬天 就过去了 是不是 昨天看一下 天气预报 9月1号 这边的温度 居然又降到1度 又降到1度 本来以为说 春天到了嘛 怎么又冷下去了 哎呀 你看这个 冬天老爷爷 他就是不肯走 哎呀 伴随着我们 舍不得离开我们 哎 你看现在这个天气 很不正常 该冷的时候 不冷 该热的时候呢 太不热 完全乱套了 那菩萨如果来到 这样一个世界 他会不会生烦恼 不会 不会像我们这样子 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呢 忧愁 一无悉求 不悉求祥 据金刚三昧 金云 入道多图 要不出二种 一 礼入 二 行入 这一点呢 蛮重要的 所以菩萨呢 能够做到 无需求 还有呢 不需求 我们做不到 但是呢 要尽量呢 去体会 要效法 成佛 不外乎 两种修行的方式 这里 引用金刚三昧经上的说法 一个是 礼入 另外一个就是 行入 什么叫入道啊 入道就是禅宗所讲的 明心见性 大仇大物 这个行入呢 底下也有介绍 则有四则 其中第三 为无所求行 这个行啊 范围很广 无量无边 那我们作为 佛门弟子 所做的工作 这是每天要做的 两个字就可以改革了 我们每天做什么 修行 没错 您是说对了 放下 这个修行的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放下 那么放下什么呢 放下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说法 还有呢 错误的做法 好 这里讲到啊 两种入 礼入 行入 下面就请大家看 参考资料 下册 988页 参考资料 下册 988页 大家找 礼入 行入 有看到吗 好 这个解释呢 出自于 金刚 三昧经 我们先看 礼入 为众生 深信本有 真信 不宜 不义 不有 不无 无己 无他 凡胜 不二 即净 无为 无有分别 因此 深信 能入于礼 是名 礼入 这段开示 最关键的 就是前面第一句话 这在提醒我们 什么呢 众生 要深信 本有 真信 那既然讲到 深信 他这个信 是没有怀疑的 我们有没有 真信呢 什么叫真信呢 真信就是 我们常说的 真诚信 真诚信 其实每个人都有 不要说佛法 这样子讲 我们看中国老祖宗 有没有这样子说 也讲到类似的话 是不是 你看那个三字经 一开头就这么说 人之初 信本善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 都是有真心的 只不过怎么样呢 信相近 习相远 所以人因离 那个麻烦就来了 就把自己的真信呢 搅浑了 就不亲近了 本来我们对待的人 都是蛮好的 但是因为有 自私自利 有分别执着 那个真心呢 逐渐逐渐就 走样了 变直了 学佛 学什么 就是跟佛一样 对待一切人事物 都要用真信 都要用诚意 你看儒家也讲 诚意 证心 修身 齐家治国 平天下 有人就担忧了 我如果对待别人 都是老老实实 很真诚 但是他不是这样子 现在这个社会上 骗人的事情多不多 讲实在话 那个骗我们的人 往往是什么人呢 所以你认识人 对不对 你跟他很熟吗 他就耍一些花招 用一些花言巧语 来把你的名 把你的利 给窃取了 他搞这些把戏 将来的果报是什么 堕山土 我们本本分分的 按照老祖宗的教会 按照古圣先贤的教界去做 我们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 我们将来能够回归到长级光 这个果报相差很悬殊 此地又说到 不有不无 尽虚空便法界 一切诸佛刹土 我们采取的态度 就是佛家所讲的 不要执着有 也不要执着无 要知道 凡谁有效 皆是虚妄 这个生灭像就是不有 那个生灭像速度太快了 我们眼睛追不上 看不到 不要说我们不行 就等阿罗汉 匹兹佛 七地以下的菩萨都不行 要到八地 才见到这个生灭的十像 一坛纸 三十二亿百千辆 你说哪一个像 可得的 得不到 无己 无他 这一点呢 我们多念个几遍 也好 这就把什么放下了 己跟他是什么 是二是不是 这对立的嘛 两边咯 您无己 没有自己 也没有别人 那这个分别就 去掉了 分别去掉 我跟他是什么 是一 就是一体的 所以关心别人 就是关心谁 关心自己 所以大家看到 金刚经蛮好的 真的我们 假如说分别性比较重 很强烈 多看一下金刚经 把这个四相放下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瘦子相放下 您这个心呢 就跟阿罗汉 一样了 再把这个四见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瘦子见 也放下 恭喜您 您就不只是阿罗汉了 您是谁呢 就是法神大事了 您就是明心见性 大彻大悟的 菩萨了 可是呢 正的原调出著 还没有见到 这个生别像 只是听到 而知道有这桩事 没有见到 因为定功还不够深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引用 金刚经里面的 破四象 破四相 破四见 来解释 此地所说的 无己无他 凡胜不二 极尽无为 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要 好好地向佛菩萨 学习的 佛菩萨来到世间 每天有为 但是呢 他有没有说他有为呢 没有 他是无为而无所不为 太妙了 人家心脑 清静极灭 什么叫无为呢 事情虽然做 但是不落痕迹 没有任何想法 那他们所做的这个 教化众生的范围多大 所谓的 便由佛查 这是无量无边 诸佛查图 菩萨 想去哪 都可以去 我们想去哪 可以去哪里 顶多 你只在这个地球上 转一转 是不是 现在已经有的国家 要设想 要到月球上面 建立这个基地 这个想法好不好 如果真的把它建好了 你想不想去那边租啊 我们可要知道 月球 月球上面有没有众生啊 有人说没有了 我们中国人讲 有兔子嘛 对不对 在这个月球上 还有嫦娥 那是小说里面讲的吧 但是呢 佛家讲 只要是有医报 肯定就有正报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 科技这么发达 一个人 一个众生都看不到呢 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空间 尾次不一样 既然有医报 决定是有正报的 因为医报是随着正报 而起变化 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如果到月球上面去 那人家同不同意啊 他如果不同意 他会怎么样 就给我们麻烦 所以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 一定要跟当地的众生 好好地沟通 要取得人家的认可 取得人家的理解 要不然的话 我们这样子 随意地过去啊 也蛮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这里第一句话就说 这是告诉我们 要深信 能入于礼 那么这个入呢 就是讲正果 也就是 民心见性 大策大物 这是讲礼入 那如果根性差的 像这个 上根以下的人 他用什么方法入呢 要形容 在哪里去修这个功夫啊 就在人事物当中 就在工作当中 就在学习当中 生活当中 去历典 所以啊 我们大家对于这个佛法的修学呢 观点也要正确 不是说 修行呢 是躲在一个深山里面 自己一个人呢 在那边苦修 其实真正的修行 上层的修行功夫 他就是在 红尘里面 接触大众当中 修自己不起心 不懂念 好 在这个参考资料啊 988页呢 他说这个 形容 他讲 行 行 即一礼 起修 知行 为行此 行时 心不轻移 无念 无求 安住 不动 犹如 大地 因行 入礼 是名 行入 一般人呢 这样子修啊 他就比较容易呢 入这个境界 前面呢 那个礼入 要求条件就高 那么在这个行入里面呢 首先是 一礼 起修的行 这个礼啊 就是前面所说的礼 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 本有真信 后面说 不依 不依 不有 不无 无计 无他 凡胜 不二 无二 极尽 无为 无有分别 这是礼 这是前面所提到的 那我们这个行啊 可以说 挺复杂的 包括我们的语言 包括我们的想法 还有我们的做法 我们这个动念头 说话 做事情 要特别小心 要特别谨慎 为什么 往往一句话说错了 往往一个决定 下错了 就会造成什么呢 不可思议的 意想不到的后果 本来预算是很好的 结果呢 到后来 结果 现在好像有一种流行的话 叫什么 叫遍地鸡毛 大家听过吗 没听过 那你现在就听到了 那个意思就是说 乱七八糟 就不可收拾 所以我们自己 看看佛伯导 他们这个思考事情 都非常缜密 我们中国人讲 处理事情 要走 中庸之道 真的 所作所为 都要跟真理 都要跟这个真线相应才行 看看这些修行人 他们就能够做到 此地所说的 无念无求 安住不动 就拿修道来说 这八万四千法门 我们要不要每一样都去尝试 要去学 也不是现在 为什么呢 我们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寿命不长 对不对 这个我们不可否认的 假如说您的寿命是无量寿 那个我们绝对不合反对您 法门无量寿远学 现在摆在眼前 我们的寿命太短了 就算我们能够活一百岁又怎么样 还是挺短的 所以我们要用有些的光阴 做到能够了生死出融会 要真正能够做得到 哪一个方法决定可以 念佛法门 其他法门讲实在话 我们没有办法 是很好 但是我们做不到 这就蛮可惜的 等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再慢慢学 无念无求 安住不动 这八个字 我们要常常去体会它 在日常生活当中 真正做到一切随缘 什么都好 因行入礼 这叫做行入 这个行入呢 也分为四种 入道四行 大家看这个参考资料 988页 也有说到 它取自于 正中基 基古略 里面说 达摩大师 为二组 可 这个可就是会可大师 约 辅入道多图 要而言之 不出 理行 而已 理行 就是指的 理入 跟行入 后面接着讲 为理入者则 借教 物中 这一点蛮重要的 这个理入呢 它是借教 物中 借就是借用 教是什么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它的言说 现在流传下来 就是经典 物中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注意 那个物 这个物是什么物 它不是解物 它是指的 大侧大物 这个功夫就高了 而这个中呢 又是指的中指 它能够做到 物中 那至少都是原教出注 迷信见信的铺杀 每一个法门 到了最后 目的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要不要着急 在这个地球上 就也达到物中啊 那有没有人做到 念佛达到物中呢 有 多不多 不多 不能说没有 少 非常少 我们现在这个修行 讲念佛法门 我们这个修呢 分两个阶段 目前这个阶段呢 是有把握 先去西方净土 到了极端世界之后 我们再去物中 因为那时候是 无量的寿命 所以我们天天清静 诸佛如来 没有问题 那时候所有法门 您通通都可以学 现在可不要着急啊 那么多的经论 那么多的法门 您都要去尝试 结果到最后 不能够了脱生死 非常可惜 自古以来哦 不听佛 不听菩萨 劝告的人 到最后不能够了生死 这样人多不多 出家再家 蛮多的 他们都呢 事先给我们看 告诉我们 这条路行不通 所以我们应该呢 随身佛 所教教我们的 走念佛这个方法 好 关于这个行入啊 我们看 它有四种 第一个呢 叫 报冤行 凡修道之人 若受苦时 当念 我从往昔劫中 弃本逐末 流浪诸有 多起冤争 为害无限 这段开示啊 我们也要 多看一下 好好地反省一下 我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看这里 讲到我们的 情况了 往昔劫中 这个时间就太久远了 一般我们说嘛 无量劫之前 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在做什么呢 弃本 逐末 本是什么 就是自信 就是真心 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想要获得的是什么呢 是那个末 那个末是什么 就是事项 我们讲六成境界 在这个上面 斤斤计较 这就导致什么 流浪诸有 这个诸有 经常常说三有 哪三有 玉有 色有 无色有 这就是六道轮回 我们在六道里面呢 转来转去的 在这么多的 法界里面呢 我们跟大众 关系处得好不好 不要 不要说前世 我们就想一下 这一生 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是不是很融洽呢 可能我们想了一下 不敢说百分之百 可能百分之八十九十 都还不错 您要知道 百分之九十九都不错 如果有百分之一不好 那个百分之一的冤亲债主 他哪一天要报复我们 你说我们受不受得了 受不了 就说古代一位很有名的将军 岳飞 他能耐大不大 论武艺 他的枪法很好 是不是 论射箭 也挺好的 他就斗不过谁呢 当时的宰相 勤愧嘛 勤愧跟他是什么关系 就是冤真 就这里所谓的冤真 就是他冤亲在主 还当时的皇帝 找够 这两个人合伙起来 勾结惊人 把他就给陷害 所以我们对待这些冤亲在主 要采用什么样的心态呢 要心平气和 要利益来 随顺 那么因为我们跟别人关系 处得不好 就会导致危害 无限 我现在福报大 就伤害他 那他以后福报大呢 他就会来报仇 这样子渊渊相报 就没完没了 今遂无犯 这是说我们现在呢 接触到传统文化 接触到佛法 知道这个因果关系 不敢再去做这些 伤天害地 也不敢去 做这些 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的事情 但是我以前有做过 那以前有做过 现在如果再遇到冤亲在主 这些冤亲在主 会不会放过我们呢 很难 其实冤亲在主 在哪 我们用佛教一个说法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有看得到的 也有看不到的 怎么办呢 知道这个真相 好像大家有点害怕 害怕没用 解决不了问题 如何去化解呢 从今天起 我们老老实实地 修集功德 把自己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有同修啊 他就有个错误的概念 这个我们也是需要 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他这个 想到要化解冤解 他怎么做呢 请这个某某寺院的法师 帮他写个牌位 然后求超度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嘛 就是那个 很多女众 她们都有堕胎 真的我们 受到不少的同修啊 就要求写这个 超度 水英灵的 这个牌位 我们当然愿意为大家 登记这些超度 水英灵的牌位 可是 我们登记牌位之后 也帮大家回向 那这个 堕胎的女子 她要不要念佛 要不要回向 给这些冤亲在住了 回向给她的这水英灵呢 也要 那这个男众要不要呢 也要 不能说 我们登记完牌位 就完了 好像我没事 就是你们法师的事 都要同步进行 所以为什么 很多堕胎的女性 身体不好 为什么会严重的 出现了意外 谁在搞事情呢 就是她被堕掉的 那些水英灵 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自己啊 看到佛经上 所说这个 三世英国 真的是寒毛之书 有人说 那我这辈子没有堕胎呀 请问前世有没有 在前世有没有 无量节之前有没有 这样细细一想啊 都感觉到蛮恐怖的 所以我们怎么敢 偷懒 怎么敢懈怠呢 有些话呢 我们只能够点到为止 真的 希望大家呢 多看一下佛经 您才会知道啊 这个夜阴果报的可怕 这已促成我们大家 更要做到 古人所讲的一句话 冤家遗解 不遗解 从今天起 我认真念佛 认真拜佛 认真读经 把我每天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这里讲 今虽无犯 是我素养恶业果俗 所以甘心忍受 都无怨恨 别人来欺负我 伤害我 甚至要杀害我 我们可要知道 这都是跟素师 今生 我们造的业 有关系 他的讨债嘛 做事官时 与理相应 这个与理相应呢 就是讲 与自信相应 与时善相应 中国人讲 与五常思维八德相应 体渊 尽道 顾名抱渊行 对于这些渊亲在主 他们所作所为 我们要能够体会到 他为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们修道 才会更加勇猛 越发精进才是 第二个呢 叫随渊行 为众生无我 皆由夜转 苦乐其寿 皆从原生 我们一般人 都有个什么概念 你看人讲话的时候 他讲的最多的 是哪个字最多 我 对不对 我到哪里去 我吃饭 你看 开口就是我 而实际上 一般人懂不懂得 这个我的定义呢 不懂 什么才是真正的我 尽虚空变法 这一切众生 才是我 我们只把这个 我当中的一个 小小的这个身相 以为是我 这是错误的 若得圣报荣誉等事 皆是过去素因所感 远近环无 何喜之勇 这段开始也讲了蛮好的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不应该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不应该有骄傲的想法 也不要有得意洋洋的想法 这人嘛 有福了 他福报现前 他就怎么样 狂喜 狂欢 这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 就有人呢 他无意当中去买了一个彩票 忽然中了大奖 中了大奖之后 他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他辞职 他不干了 他就怎么样呢 拼命的挥霍 他这个得这个大奖的钱 结果这笔钱 很快就怎么样 花完了 大概几个月之前吧 我们就看到一个信息 是讲到英国 有一个男子 他三十 今年是三十多岁 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中了一个大奖 很多钱 他拼命的就是享受啊 结果那一笔巨款 多久之后 他就花完了 不到五年 全部都完了 一下子有亿万富翁 变成什么 变成是一个在工地里面 搬砖的一个工人 你说这个身份变化大不大 那后来记者就采访他嘛 你有没有后悔啊 你把钱这样子花完了 现在一身无分文 还好他没有欠债 他说什么呢 这个人他还有一点点清醒 他说我不愿会 我呢 因为前面发生这个事情 让我警觉到一桩事情 做人呢 还要老老实实 脚踏实地才好 所以从那以后 他就很认真的 做他的工作 虽然收入不多 但是呢 他说勉勉强强过得去 他说我现在睡得呢 心安 以前呢 花田酒地的 根本就不知道 都忘记了我是谁 所以我们在这种啊 顺境现前的时候 也不能够啊 太狂妄 一狂妄的话呢 这个智慧 他就不会出现 下面再劝我们 得失重圆 心无争俭 古人说得好吧 人生一世啊 真的叫什么呢 患得患事 但是菩萨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 他是心无争俭 所以他这个心呢 始终是定的 还有 喜风不动 风 有几种风啊 八种 喜就是其中一个 哪八种风呢 利 衰 毁 欲 撑 急 苦 乐 这是八种风 所以我们要尽量学习 在顺境 历境当中 做到 喜怒哀乐 无动于衷 明顺于道 顾明 随 原形 这个明啊 就是静默 道呢 就是自信 所作所为 都跟清静 评论 诀相应 这个就是 随原形 所以大家 如果看 修怀恶志 望尽 环游观 写手国师 讲四德 他把哪一德 放在第一位 随原 妙用 这个 明顺于道 就是妙用 所以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呢 不要欢喜 那失掉的时候呢 也不要懊恼 我们现在修行 希望得到什么东西 希望能够得到 往生极乐世界的消息 这个好 早点 处理六道 处理十八戒 第三个呢 是 无所求行 为 愚人 常迷 这个愚人 指的是哪些众生呢 我们算不算呢 算了 大家还有知识之明 不过这里所讲的愚人 他的范围很广 不光是指六道众生 还包括谁啊 严格来说 还包括 声闻原觉 这就非常高的境界了 处处贪着 看看我们 六根接触到 色神香味出发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都有 不知不觉他就 起现行呢 可是 当我们处理六道的时候 就发现 原来六道是假的 当我们到达 时报 庄围图的时候 看识法界呢 是虚幻的 当我们回归到 长济光呢 原来时报图 也是梦幻保育 真的 要在顺境 利益 善缘恶缘呢 尽量学习 不起行不动力 这是我们要做的 底下进一步讲 智者物真 此节所说的智者 就说他已经明心见性 大此道 这是中文所说的 教下呢 叫做大开元节 静中呢 称为礼仪心不乱 这个人呢 就处理啊 施法界 金刚经 真的是很好的一步啊 帮助我们看破 放下的经典 我们凡夫 最难做到的 是看破还是放下 有人说放下很难 其实我们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们放下很难 没有做到看破 真的把看破做到了 放下就太容易了 一年之间就放下了 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 把实实真相 全都搞清楚呢 就要不断地清净 这些圣贤 圣贤在哪呢 佛经就是的 所以儒家 道家 佛家的经典 我们应该要多读 多听 多讲 了解实实真相 底下还说 安心 无为 首先就讲到 心要达到 安 怎么才能安呢 儒家说什么 知之 而后能定 对不对 所以您想要安 首先要怎么 要知之 孔老夫子就说了 那个黄鸟 黄鸟都知道 它要在哪个地方 停下来 它知道在哪里 要续窝 在哪里呢 绵延它的后代 连动物 都有它的规范 我们做人 要不要依循人的 这些条件 做人的资格是什么 五个字 是不是 哪五个字 人 一 礼 至心 这五常 这是我们要奉行的 那佛家讲呢 是五种戒 还有三归一 还有呢 十善业 这是讲最基本的 那么真正把这个安 做到位的 此地所讲的安 那就不是一般的 人这个境界 它指的是什么呢 它是指的 出入菩萨 前面说了嘛 智者物真 达到这样的境界人 你看他在 一切境远当中 真正做到 不起心不动念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就是无为 万有皆空 无所 无所 其实我们这堂课 内容非常好 怎么说呢 您如果把这堂课的内容 全部都贯通了 自然就做到两个字 哪两个字 放下 为什么放得下呢 这讲这么清楚 万有皆空 既然万有皆空 也就做到了 无所 悉 悉 什么叫悉悉呢 就是希望得到 为什么不要有悉悉 得不到啊 诸位同修 所谓的明文利养 都是梦幻 包括我们这个身体 在内 不可能 因此 这个 使法界里面的众生 还有想法 但是到了一阵法界呢 佛菩萨就没有任何想法 那他们没有想法 他们还有没有在修行呢 还得继续修 为什么还要修啊 因为他还有无名的习气嘛 这个还没有断掉 他还继续用功 我们现在既有习气 更有烦恼 那我们这个用功 要越发的勇猛才是 学佛方向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方向是什么 破密开悟 而目的呢 是要能够离苦得乐 人 时间非常短 谈之情 七十八十九十 很快就过去 其实有时候悟生还在想 怎么一下子 今年就五十二了 想当年刚刚开始学佛时候 才多少岁 二十五岁 现在掉个头了 二跟五 两个数字 但是方向不一样 哎呀 所以要把这个经典的看一看 也能够帮助我们 把这些事项足不足的淡化 再看下来 再看下这里所讲的 万有皆空 你还图个啥呢 是不是 要图就图什么呢 心要越清净 心越平等 这个好 前面刚刚提到 这些法生大事 他们是安心无为 心很清净 底下进一步的提醒我们 三界久居 犹如火宅 有生皆苦 谁得所安 若了达者 习念 无求 讲得太好了 这个三界 就是指的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是六道轮回 这是法华经上 举这样个例子 就是我们这个三界六道 像什么 像着火的一栋房子一样 这个三恶道 已经烧得很严重了 它马上就要烧到哪里 就烧到三三道 就好像外面着火了 里面人呢 还没有看到火 但是已经感觉到那个温度 热气腾腾的温度 所以三界都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 这里还讲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有生皆苦 当年老子怎么说 无有大患 唯无有生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道家的老子呢 他肯定不在色界天 大概在哪 哪个天呢 四空天 这个苦不好 苦苦坏苦辛苦 这是我们六道众生 通通都有的 往上面去 苦就少 往下面来 苦就越多 我们在人道嘛 人道呢 这三种苦 全部都具备 习念 习念无求 真的 把我们这个贪图 六道享乐的心 要把它淡化 要把它消除 本经在前面教导我们 要做到 少欲之主 对于明文利养 我们不再贪恋了 我们现在只追求什么呢 希望能够早一天 往生到西方净土 希望早一天呢 能够见到阿弥陀佛 看看释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 一生教学 四十九年 他目的何在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 习念 无求 您能够习念无求 这个心还有没有在波动呢 没了 我们现在心有没有波动啊 还有厉害不厉害 比较好一点 是不是 比那些不学佛人来说 我们心呢 算是波动的 频率呢 幅度 小多了 但是呢 还是有 有的话 赶紧呢 把它调适过来 赶紧呢 把它转变过来 底下再讲 这是经商所说的 有求皆苦 无求乃乐 这个乐从哪里来 从无求 苦无从何来的 从求来 是不是 您有那个贪图的想法 那个苦就来了 我们说一下 这个世间法 我们在此地 发愿 要建一个 汉学院 要建一个传统文化的学校 这算不算是求呢 也是在求 但是我们这个求 是为自己求 还是为众生求 为大家 是不是 为了这个圣贤教育 在此地 能够生根 发芽 希望底下一代人 再往后面去 这代代都有传人 这个好 那我们做这项工作 无怨无悔 认认真真 脚踏实地 把每一桩事情 都做好 没有分别心 没有执着心 没有妄想 掺杂在其中 那我们做了 这么多的事情 都称为无为 将来得到什么呢 你所得到就是功德 功德能够帮助我们 了脱生死 真的在这个时间 做这一桩事情 是第一大功德 我们培养 济起的弘法人才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这个圆 已经成熟了 希望大家好好地 把握这个机遇 后面再讲 事者无求 真为道行 故名无所求行 中国人一般把这个道行 也念成是道恨 也可以 这个道恨 就是指的真功夫 我们用什么来衡量 这个道恨呢 就是这里所讲的 无求 世间法不求 初世间法也不求 我们采取什么态度 一切随缘 缘分来了 认认真真的把它做好 做完之后 把这个事情就要放下 那我们终极目标 是要去极乐世界的 所以佛们有这样一句话 说得好 我们在此地有要做 这个弘法的工作 度化众生无量 那它是什么现象呢 所谓的 水月道场 梦中佛事 还有一句话这样讲 铁打的长柱 流水生 大家也没这样的体会 你看我们这个学院 是不是在此地 从01年到现在 20年 来来往往的同修多不多 多吧 所以看了这么多同修 来这边挂单 没多久他就离开了 这不就是流水生吗 所以我们对这个现象 不能够制作 一切呢 横顺就好 把这个教学的工作 做到尽善尽美 我们呢 要把这个佛号真正念好 真正的念到啊 有把握可以去西方净土 怎么能够把这个佛号念好呢 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 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 有基督世界 第二个 真正发愿我要去西方净土 第三个 我念这句佛号 是分分秒秒不间断 能够做到这三点 决定性 您能够做到这一点了 那就是此题所讲的 道恨 所以这个经典呢 跪在呢 一门深入 法门呢 跪在常识寻修 不要求多 一步就好了 同时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啊 要尽量的多护持 别人 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道场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小菩萨 我们很高兴 他们从四面八方 也不晓从哪里来 就来到这边 这都是跟我们这边有缘嘛 那我们遇到他们 应该好好地护持他们 帮助他们 成就他们 希望他们呢 学成之后来度化 其他与他们有缘的种子 把这个佛法的种子啊 传统文化的种子呢 到处的传播 这个功德无量无边 第四种形呢 称为秤法形 为性敬之理 因之为法 此理众向皆空 无染无浊 无耻无彼 大家有没有发现了 这四种形 它总的观点是说什么 告诉我们一切法都是空的 您注意看了 它就是讲这个 这个秤法形 秤呢就是指相应 法呢就是如来所说的一切万法 从总纲领上来说 这个性敬就是理 我们看一下 慧能大师所讲的 自信是什么样子 他用五句话 就描述出来 第一句话一开头就讲 何其自信 本自情敬 这讲到自信的样子 这个性敬呢 是真理 是事实 一切万法呢 都是由他 变现出来的 理是什么呢 此地也讲 理是 纵向皆空 那既然纵向皆空 可不可得 不可得 皆不可得就是事 可是我们一般凡夫俗子 把这个不可得的东西 以为呢 可得 还怎么样 拼命地想占有它 想控制它 想获取它 这在做什么 这在造业 所以我们天天 贪嗔痴 不断地在累积 累积这种业将来 原成书了 他到哪里去报道 三个道 所以下面就说 此里纵向皆空 无染无浊 我们人免不了 每天六根 要跟外面的六层境界 打交道 但是一定要知道什么 这些都是纵向皆空的 所有的东西 都不是真的 理不可得事 也是刹那生命 所以我们只要有 稍稍的执着 我们这个念头就错了 我们的想法就错了 无此无彼 所谓的此跟彼 全都是假的 还有一句话 那个甲怎么样 甲也是假的 这个心就非常干净 所以金刚经说得好 一切有无法 如梦幻泡影 映作如是观 真的 我们对待这个人生 要像佛菩萨那样 看得很清楚 绝不落印象 不放在心上 这个好 底下是金上所说的 法无有我 离我够固 智者性解慈离 应当称法而行 凡夫没有学习佛法之前 总把外面的境界相 以为是真 所以他有执着 有分别 有起心动念 那么现在我们学佛之后 知道以前做错了 从今天起 我的语言 我的想法 我的做法 一定要跟这个法相应 跟自信相应 不再跟随这个 第六诗 第七诗 第八诗 跑 这里有劝我们 智者 信解慈离 我们虽然还没有 明心见性 但是呢 我们多多少少 对这个 信相离世因果 逐步逐步 明了了 对佛所说这些话呢 慢慢能够 认可 不再像以前那样的 都是随身自己烦恼习气 而来呢 造出这些业性 法体无迁 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应该要做到 这个法体就是指的一切万法 我们面对这些万法的时候 要做到 无迁 什么是迁呢 在这里 牵涉代表 见思烦恼 人 都有错误的知见 那知见很多 总归纳为五大类 身见 边见 见取见 还有这个 借取见 邪见 那么私货呢 也有五大类 贪嗔 吃慢 您把这十样东西都去掉 恭喜您 六道 你就出去了 与生命财 行谈 设施 心无迁徙 刚刚不是说吗 我们学习佛法 目的何在 放下 是不是 那这个布施 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放下那个最难放下的烦恼 哪一个烦恼 谈呢 我们谈不谈呢 不能再谈了 再谈就错了 以前没学吗 不知道真相 那从今天起 赶紧呢 把这个最可怕的烦恼 把它舍掉 心谈舍失 这个谈呢 全称叫谈落 翻成中文就是施舍 我们有多少东西啊 就尽量的帮助别人 现在众生非常可怜 至少目前全世界 七十亿人当中 有五亿人 五亿人 这是官方数字 那还有我们不知道 这些其他的那些众生 没得吃啊 诸位同修 他们在哪里找吃啊 到那个垃圾堆里面找吃的 大家有没有看过 在那个镜头啊 以前我们 参加这个道德讲堂的课程 就有一个画面 那么高的垃圾 那个食品 还有那些什么 反正就是每个家庭 不是收那些垃圾嘛 就倒在这个垃圾堆上面 那些黑人小孩子啊 就拿着这个 一个容器 拿着个夹子 拿着个棍子 在垃圾堆上面 找食品 臭烘烘的 他找到那些残留物啊 高兴得不得了 那就是他的一顿餐 一顿餐 多可怜 当然了 他生活环境那么差 也跟他前世啊 这个财布师有关系 他如果有修财布师 那他这些物质上的欠缺 就不会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多为别人设想 多为别人考量 您有多余的这些啊 物质 尽量的周济这些啊 穷苦人士 跟大家呢 广结善缘 好 这次讲到四种行 我们今天呢 就学习到这儿 莫学勿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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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